好 还要来关心到艺人黄紫娇 爆出了性骚案件 在昨天发出影片之后 被太太孟耿如发现身上有伤 是送医 经纪人透露说 黄紫娇在加护病房有短暂的清醒 但是仍然无法言语还有表达 不过现在传出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她已经低调出院了 而当初率先爆料的网红 也透过了经纪人发声 对于黄紫娇用这种方式面对还有处理 表达遗憾 头发掉了很多 为了上台好看 都要戴法片加法 我也没有在避讳了 只是觉得也很累 毁灭式地丢出震撼弹后 黄紫娇受伤送医 19号班王 转院住家户病房 无法言语及表达 但20号上午传出已经低调出院 到底什么时候离开 没有人知道 由于疑似身心打击过大 还传出医院找身心科会诊 他可能这时候心情烦还不想讲话 第二会不会可能意识不是很清楚 讲话表达不是还不清主 所以还不稳定 然后上来的人会不会受到身体伤口的影响 影响到他发音的功能 这都要列入考虑 率先发生爆料黄紫娇性骚扰的丽小姐 在黄紫娇送医后再度发声 对黄紫娇选择这样的方式 面对和处理表示遗憾 她的目的只是希望 不要有更多人成为受害者 社会上还有很多的房思琪 在角落偷偷哭泣 甚至失去生命 一点重生机会都没有 黄紫娇过去凭借完美形象 得到许多代言机会 陆续遭到下架 原生手上握有五档节目 三个先停播 一个尚未播出 一个原本预计下个月 开路现在也全部停摆 黄紫娇过去上节目 分享谷底翻身的心路历程 没想到如今爆出性骚扰 黄紫娇演艺事业恐将 全面崩盘 记得 综合报道